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來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8月14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文王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力學術早晨 紐西蘭義德太陽 大家好,各位早晨 家餐生日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你按訂閱的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西冷氣 點贊和分享和訂閱 齊抗疫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全讓出去 好了,這一節就說一些國情的事情 最近聽到最重要的就是很多食物的視頻 突然說沒有了 是因為習主席,習近平主席一句 說大家要適福 不要亂吃東西 於是就要新制度 是吧 是呀 光盤行動 是呀 現在 做完之後 就變成出來 就說 中國是因為19病毒 再加上這個大水 江南大水 血糧 過不了 好啊 這樣說到就來說 那些黃人當然說到又說 天滅中國啦 這樣說 大冬亂又來了 這樣說 亂說的 這些亂說的 讓我告訴大家 給大家聽過的情況 實際情況 實際情況在內地 就是鋪張浪費這些 戒車這些事情 其實講了很多年 我講回我自己去內地的 就是去官方開會的經驗 其實 吃東西是很簡樸的 就是一個飯盒 通常去開會 就是如果你在外國地方開會 就喝喝吃吃自助餐 那在內地就不是這樣的 內地就是 我去的那些很多都是 就是 它都有自助餐 但是一線成事 我告訴你 就是在北京就不會有的 北京開會都是做一些工作餐 是飯盒 一個飯盒 裡面的飯盒 就加了幾個鍋鍋頭 接著有一個菜 接著有些菜 養肉一菜 沒錯 一般就是 有些菜這樣 那肉就很少的其實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已經改到很折劍 再加一個酸奶 和一份水果這樣 就是在北京有 那如果你在二線成事 通常是怎樣呢 就是自助餐 但是自助餐都是簡樸的 就是普通加上菜 那些人說 這件事是缺糧才說 其實不是的 這件事是說了很久 習先生一直都很強調這些 就是其實他 怎麼說呢 他算是做一些疑風逆族的事情 我最初聽他說 就是聽我住在我附近的那個上海的人說 他就說 他就說給我聽 現在就是打貪打得很厲害 那時候應該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2013年的時候 就是打貪啊 戒這個浪費很厲害 他就直接找了一些國安人員 就坐了在 之前就坐了在五星級酒店的門口 拍照 有沒有一些官員進去大飲大食 其實這件事 我那時候聽是不是很順的 就是最初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那當然之後其實確認了是真的 其實那時候已經是 講的是 現在講的是七八年前的事情 那習先生其實這七八年 都是經常都講的 就是餐桌上是不要浪費的 那其實 其實在一線城市有很多人 現在去吃飯 就是怎麼說呢 都會打包的 其實就是比以前多了很多 那你說是不是因為窮了 其實不是 我們自己在外國生活的時間很長 我反而覺得質素高了 數字高了才會有這樣的表現 以前就是 以前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告訴大家 就是2000年 2006、2007年的時候 我們就見過一些內地人 吃東西就叫得好鋪張 之餘呢 他吃剩的話 他是扔一些煙頭下去的 那不是 專門弄髒他的 他説如果你不弄髒他 他就拿去二手 二手好像肥仔那個 什麼領茶那樣 肥仔在那個領茶那樣的情況 當時呢 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浪費的頂峰 就是那時候 鋪張浪費的頂峰就是那時候 因為經濟發展是高速的 那有些人 就是口袋裡有了錢 他就覺得鋪張浪費是才有派頭 那不是會造成這些事情 那現在其實 700年前已經開始改正了 現在是 有些媒體 就是發摩那個媒 媒體就不斷造謠 就說 現在缺糧才這樣說 其實不是的 一直都有說這些事情 你說內地因為水災缺糧 其實你懂不懂話的 就是講這些話的人 其實 就是 下這麼大雨 對某些農作物 其實是 那個生長速度是會提高很多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家裡種過的東西 就是在那個花園那裡 譬如你有幾天下雨不出去 其實就會生到到處都是 有些物種我不是說全部都是 有些 當然你說會不會有些事情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感 當然有 有政有負 但是我認為就是打個和 總體來說 你剛才說說不懂的 可能就是一位銷售肉的人員 銷售肉的人員 他說現在很慘 習主席去了東北看這個玉米 習主席說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肯定很害怕 現在中國缺糧他才經常說這些 這些話 我們老祖宗不是經常都這樣說嗎? 有什麼錯? 是 東北那個情況有點特殊 其實他完全捉錯用神 有體學習強國都沒有用 因為習先生其實是講那個黑肚地的保育 因為我是有體的 我是知道的 他們這些造謠的媒體是亂講的 還有 就是捉錯用神 亂講的話 我現在第一個看學習強國 學一下 就是他稱習先生為金上 他在想什麼 他完全捉錯用神 他完全捉錯用神 倒轉來想 他講的倒轉就大概是金上想的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因為這件事情是有即可尋的 是講了七八年 就是他講這些事情 習先生 你可以找得回的 全部都 就是要不要我舉一下例子 我舉一下例子 會不會對大家有些幫助呢? 其實我覺得很 就是有時候我們一講這些事情 哎呀很悶啊 我都知道是假的了 你為什麼要強行講 這樣 我們又不是為了浪費時間 而是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講了出來 就是有益的 就是對大家都是有益的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就是 那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你這個人就浪費時間 其實呢 就是 餐飲浪費其實是 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還有呢 近來內地流行的那些 暴飲暴食的那些片 嗯 其實就 我知道就沒有完全下架的 因為我自己都有看那些片的 哈哈 因為我有時候不能吃 那我就看別人吃了 嗯 社長減肥的方法就是看片 就跟我說 哈哈 網媒是可以止渴的 哈哈 那其實暴飲暴食 那如果 就是說現在大陸人有 就是很多大陸朋友 就開始看著 就不敢叫那麼多菜 就說就是看缺糧 其實這樣 那其實我們 就是叫自由世界 是不是經常缺糧呢 因為其實都是叫很少東西吃的 很多西人都是 對吧 不夠才再叫 其實就是 大家不會浪費 盡量 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出去吃飯其實都比較貴的 相對來說 有些人買這些都很便宜 那其實 吃肉是便宜 菜也很貴的 因為其實好像我們這樣叫一碟菜 就是一碟肉可能就21元 一碟菜可能就25元 就是純是菜 就是好像我附近喝茶 我叫一碟菜就20元 但是 我叫乾炒牛 我才15元而已 因為菜的處理工夫是多的 當你人工貴的時候 你吃菜就變得很貴 吃肉反而就會便宜 因為吃肉是簡單的 買回來的 切幾東西而已 然後就是炒 是簡單一點的 請問你 不好意思 20元 是紐約20元 澳幣 澳幣 20元這麼貴 是啊 我們這裡也差不多 我們這裡也差不多 就是一碟很普通的菜心 蒜蓉菜心就20元 那麼便宜的話 便宜的話 便宜的話都17、8元 一碟菜其實就 哇 很高 是啊 澳洲就是全世界 消費就是 物價指數第一 我都說第一就是瑞士 第二就是紐西蘭 第三就是澳洲 那些東西貴的程度 對於 沒有辦法 整個系統的工資很貴 是啊 普通我們去餐館 叫碟 中餐館我在說的 叫個小菜 說了四十多元的樓幣 那都是二百多元港幣的 那叫小菜 如果好像國內的朋友 我自己也遇過一些國內的朋友 他們叫很多 八、九碟 吃個下午都叫成圍菜的 那不是說給不起的 而是你會感到很浪費的 一定吃不完 有些都可能是文化的 因為其實我聽過有些東北里的朋友說 如果食證 就是那些碟都清了 證明你對那些客人不夠好 因為那些客人覺得送可能不夠 年年有餘 那就要我做的 食證它 但是大家要明白 其實國內都是有很多困難的群眾 其實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決策者是知道的 那我講一句我自己看到的事情 就是我去年去北京開會的時候 就是2019年的事 六月左右 大家如果其實開節目都有講過的 那時候的節目就是 那些飯盒呢 有些外美的女士就不吃白飯的 那他只吃了那些菜 還有吃了那個水果 還有那個酸奶 那些飯呢 還有那個鍋鍋頭呢 就吃了很少 那扔很多 就是有些女性就扔很多 那有些清潔工呢 就是其實我看到是 聽到都是心說的 有些清潔工就扔了 他說拿回家炒熱區 那麽又一頓 是 這個都是 就是都是因為 始終人多 始終有 有低下層的都不少 還有他不想浪費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 他尤其是在社會底層的人 就是在中國社會底層的人 是很可愛的 就是我不是說全部都是 就是有很多勤勤勤勤的人 其實很可愛的 就是我不是笑他們那些可愛 就是他們是很可愛 而且很可敬的 可愛啊 就是大家看一下 誰是最可愛的人 這篇東西 就是大家 大陸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說的是什麽 可愛是代表 叫做受尊重的意思 不是cute 就是這樣東西要說清楚 他們是很可敬的 而且是 就是他們做事已經很辛苦了 但是當他們看到 就是有些浪費的時候 他們盡量減少 有一部分的人 還有他們那些職工是會 是會拿出來的 就是會拿去 拿回家炒飯 就是 其實就是你知道 這裏一個國家的發展 有些不平均 是很正常的 就是我們香港都會有的 那些人吃麥當勞 二手薯條的那些 所以不要因為有這些 這麼負面的事情 就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前途 就是你表面看是很負面 但是你可以很正面地去看的 就是你正面地去看 你就知道這個國家還有救 有些人是不會浪費 其實就是 就是在我們這裏 就是實際上浪費食物都很多 尤其是買了回來 放在雪櫃 忘記了吃 那種浪費 是非常之多的 就是我們這裏都是這樣算過的 那大家現在其實全世界都是在說的 就是盡量減少這些浪費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 因為現在我們叫多了外賣 因為有些不可以出餐館吃 所以有時候你叫多了外賣 又吃不完 你放到第二天又覺得好像不好吃 又叫多一些 叫其他這樣 因為其實一叫外賣你 你覺得你要等 那不就叫多一些 如果不是你不像在餐館 那即叫他就幫我幫你即炒 即整 其實這個也是一種現象 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 有時候叫多了放在雪櫃 有幾天 忘記了吃 或者已經變了質 是滑滑滑滑 我自己覺得 哎呀今天又不想吃這些 但是你叫的時候 你叫的時候 因為你覺得 又要等一半小時 那不如叫多一點 其實這次疫情也都 令很多文化改變 就是現在都開始 譬如說那些超級市場 那些人買東西買了很多 回家自己煮食的人多了很多 這樣又有了 那可能你自己煮東西吃 那有時候又吃不完 那又好 還是煮不完 那其實鋪張浪費全世界都有了 有的都有的 那自助餐也更加是 但是自助餐的話 我就只是吃目標的東西 即我跟社長生蠔 其他就 即是那些 你說自助餐是不是什麼都吃 有些人就喜歡這樣 即什麼都拿些 但是我就 有很多東西我是不行的 即是甜品很少不行的 因為我不是喜歡吃甜品的人 然後還有就是 那些 那些 澱粉那些東西 我都很少碰的 就是這樣 但是始終 這樣說 即是 現在其實 你看到江本行動反應 我是覺得 是好的 即不是好像他們看得這麼負面 即是又說 哎呀中國大饑荒 又說 很快會什麼呢 很嚴重的 沒有飯吃 是 是 即是 他們是 即是 那些人 老實說 是抓到一點點東西 就無限放大 然後就說 你一定衰硬 怎樣怎樣 是有些無聊的 這樣說 不過 中國正 現在這個是台灣那邊傳來的 就說 他好像什麼農業部那些 就說 大家要 要 徵集糧食 要對農民好 不要欺壓農民 這樣說 然後在台灣那裡傳出來的 台灣傳出來的 自由時報 那些 我是誠疑的 自由時報講的 更誇張 過讀國 是啊 有些朋友 親戚 又不停分享 但是我對於自由時報講的 又是傳疑的 因為 就是 可信性是誠疑的 但是就在那裡傳 但無論怎樣都好 你 改變那個做法 是一件好事來的 嗯 其實 其實 習先生做的事是 傳統左派做的事 留意一下 這裡叫人戴口罩 其實是很傳統的 左派做的事 那些右派的人 就恨你戴口罩 就說 因為你政府管我 那你做什麼 其實他是一個很傳統的左派人 利用立法機關去改變 就是重視人命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 左派政府 都是重視人命 不像隔壁有派政府 說 開城 讓我們進來 大家是兩套 左派 認真一些 對待人 每一條人命 我覺得 而且 傳統的 比如說 老蕭這些 經常說自己是自由派 所以 拍一下鹹片等等 很自豪 我是自由派 什麼都做得 但是 就是傳統的政府 就是會說 你搞這些事情有問題 就不讓你拍 那這些事情是 驚人見智的 其實 就是 但是你現在這些浪費鋪張 那你又說他不對 我覺得 是上綱上線的 就是 就是 你當然會大聲說 哇 拍一條吃東西的影片都不對 你可以拍一條煮東西的影片 沒有人叫你拍一條你自己吃東西的影片 那現在那個情況 就是 那些人是催得很惡劣 但是我告訴大家 不是 那麼 受水災的地方 和 就是糧倉 不是在同一些位置 嗯 嗯 那當然有人會受影響的了 有些搞農業的朋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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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有的 是有損失的了 但是我相信國家會訓練你 這些 會處理的 真心地說 就是現在不同 以前 因為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曝光 就是做得不好 就是現在你看到 就算 以前 說自己很有理性的 叫做 那些 老超 都是說到 那些很神怪的 以前他都不是這樣的人 就是 還經常笑這些 風水術素 那些 但是現在他都神神怪怪的 說那些 有客 你說理性的 沒客 其實 又說到誇張 之後又說到什麼 周庭 現在是 香港的聖女貞德 我聽到 那就要給火燒了 好像 那就是 他意思是說 暗示要吃燒肉丸 我想 沒有 我不知道 但是 有 就是 不需要仇視 現在全謠言的人 我自己也覺得 就是 說回來 說回事實出來 給那些全謠言的朋友 聽就可以了 就好像我們這樣 笑一下他 笑一下他 這個案件的地方 就不用 正面衝突的 其實即使說是缺糧的 那美國不是 美國買咯 美國很想你買他的糧 這樣 這個就不會 不會 不是 我是這樣說 美國很想你買他的糧 就表現一下大戲 去看看 現在他們說到 現在連國家儲備論都沒有了 就是講到 不知道 不知道 想得這麼低 對 就是 其實他們都是想 推銷一個 假的希望 出去告訴別人 我們香港 他就快要滅亡了 結果我相信 都是變成亞市 是吧 變成亞市的成數很高 不過老蕭很厲害 最後他講完 帶回國際理論之後 啊 蜜蜜蜜 又有特價了 最後 都是買回一層廣告的 都對的 我都經常收到他的email 因為我都是他會員 有什麼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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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就當是 是一種推銷的手法 是吧 是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下次有可能再講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